Welcome to IT Handicap Tutorial, My name is Kevin 我們接下來是第73個 Tutorial第三部分 我們要來使用MS Test來實作Test Initialize跟Test Cleanup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A篇的部分是NUnit B篇的部分則是使用MS Test 一開始有綠色的這一坨字 綠色這一坨字其實是 跟我們A篇的這上面的綠色字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直接把這個東西最小化一下 然後接下來點一下按Ctrl C copy一下 然後就把它貼到這邊來 那我們就貼到最上面一下 好 那貼上來之後呢 那其中這邊有一些Using的部分 那這個Using的部分呢 我們就直接去這個B篇的這個地方 我們把這個Using的部分Copy一下 按Ctrl C copy一下 好 然後那我們再回到我們的這個程式碼 然後這邊就Copy一下 好那接下來的這個部分呢 我就不從假印裡面Copy 我從我們的這個NUnit的部分來改 那我們首先先Copy這一個Attribute的部分 那在NUnit底下呢 我們所使用的是 TestFicture 可是在MS Test呢 我們必須要用的是TestClass 所以我們這邊就改一下 然後這邊改成這個 好 好那這邊就是NUnit的部分 然後那接下來就是這個地方呢 也是Global Variable 也是把它Copy到我們這個MS Test的這一個部分來 好那接下來就是在下面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也是把它Copy到我們的這一個 好這個下面來 好那你可以看到我們要改的東西有什麼呢 其實就是改我們的Attribute而已 所以我們就這邊就貼一下 然後改我們的Attribute而已 這樣子 好 那 我們MS Test就到這邊 那你可以看到我幾乎什麼都沒改 我就是Copy 過來然後直接改它的Attribute 那至於裡面的這些值 剛才都有跟你介紹了 然後這邊全部都設成Default Value 那這個TestInitialize呢 它相當於是NUnit的Setup 它相當於是NUnit的Setup 然後那這個TestCleanup呢相當於是NUnit的Teardown 就是這個Teardown 好那我們這個部分就到這裡 那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